我们就等一个五分钟 五点零五分的时候 如果大家还没有到期 我们就开始了啊 然后我想问是 是全部人都已经去 download了那一个 我放在那一个classroom里面的 那一个功课 OK我们等一下会用到 里面的mind map 所以最好先download好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大家一下 我们今天是要写essay 所以记得要准备一张白纸 或者是fuscape paper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好了,5.05分了,所以我们就算是正式开课了 OK 我要share下screen 这个 OK,有没有同学看不到我的screen的 有的话麻烦你自己打开Mac,然后告诉我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继续了 今天我们的功课是要写essay 上个礼拜我们写的是speech 这个礼拜我们要写的是article article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在这个报纸啊 新闻啊,或者是网络上面啊 它都是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然后写的都是课题都会比较认真一点点 然后这个是一个article的大致的这一个format 首先一开始你一定就要写这个title for article 一定要写题目让别人知道你整个这个article到底是要讲什么样的重点 然后呢,它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introduction 第二个部分是它的body 第三个部分呢,是conclusion 那introduction简单来讲就是要给人家知道 哦,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课题它是跟什么有关系的 再来body就会是整个article的重点 其实你要讲的是什么 最后你要给别人一个summary 所以它的conclusion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它就有讲到说 when writing article 一般上你要写什么 你要provide information 第二个是give suggestion 你讲的东西呢,一般上都是factor 都是事实来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然后,这一个呢 第二个比较重点是它讲说 good general knowledge is a must 就是你要,因为它讲的课题 一般上都会比较贴近现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你必须要有比较好的这个general knowledge 才可以去写到一些比较关键的这些point 再来呢,有些时候呢 它也会 有些时候呢,它也会希望你提供一点数据 有数据去支撑的话呢 就显得哦,这个东西更加值得被相信 所以如果你是有呃,就是说它的 等一下那个mind map已经跟你讲到这个数据 或者是说你自己知道的数据 你都可以写进去啊 它最好是越贴近现实,事实越好 哎,大家先,呃,然后呢 如果是你讲的这个东西是你从别人那里取得的 你记得要告诉别人这一个东西的来源是哪里 比如说,哦,你说最近某一个专家讲过这句话 什么专家,那你就必须要写出来 啊,information is accurate 这边有讲到,你一定要确保你的资讯是准确的 再来呢,写article的时候呢 都是用present tense 因为它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都要用present tense OK,到目前为止 有人有问题要问的吗 有人有不明白吗 有不明白 你可以用那一个chat的功能 或者是说你自己unmute你的这一个mind 然后告诉我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等一下先janson干净了 janson你有明白到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吗 OK,我看你没有疑问 我就当做你明白了 OK,每一个人应该从我昨天放在classroom的这一个post里面 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功课 essay 那sample question是这个 就是它讲到的是这个 你是你的学校crime prevention club 懂什么叫crime prevention吗 就是预防犯罪 预防犯罪的这个club的其中一个成员 然后你被老师要求你去写 你被老师要求你去写一个叫做tips to stop cyberbullying的article 而这一个呢将要放在你们的club的newsletter 你们club处的报纸里面 那tips to stop cyberbullying的这个题目呢 讲的就是tips就是说一些小小给别人知道的一些技巧 然后stop阻止cyberbullying cyberbullying就是网络霸凌 相信这个课题 你们这么多人会用smartphone又会上网会看fb 应该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网络霸凌 那很好的是在这个mindmap里面 introduction里面它给到了你几个point OK,definition of this cyberbullying 他这边写到了online harassment 就是侮辱在网络上面侮辱别人 然后他也给到了你他的example 什么叫做侮辱 他讲到的这边就是name calling in chat rooms 就是在这个聊天室里面的时候讲的一些话 还有这里讲到的是在post里面用一些比较 不友善的信息 还有就是用文字去威胁别人 然后他讲到的后果是会害怕会感觉到无助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开头 可以开头简单就好了 不需要聊太多东西 所以这边讲到的点你有写到就可以了 再来讲到他的身体的部分 才是我们哪分的关键点 那第一段呢 他要你讲的第一个point是ignore the bully 他讲的这个body 整个他都是要我们去写tips 这个手中点来了tips 怎样去阻止这个网络霸凌 第一个点 我们要ignore the bully 我们要无视那些欺负我们的人 怎么无视 don't respond to emails and post 他们怎样写email 怎样post东西 我们都不要去理他 再来discourage就是不鼓励 discourage的这个 discourage的bully 然后还有may leave you alone 就是你这样子做的后果就是 可能他久了他就觉得 没有不过瘾了 怎样刺激你都不理我 之后他可能就放弃你 来到第二个点呢 我们就要讲到save the evidence 我们要留下证据 evidence是证据 那if things get out of hand 就是事情如果已经 不是在我们的控制范围里面 我们一定要把证据给到相关的人员 去报告给他们听 让他们去帮我们处理 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学校被网络霸凌 你必须要告诉老师 要告诉这个校长 然后或者是你是在fb怎样 可能你要report这个fb的管 这个fb群组的管理人员 这样子 或者是再更严重一点的话 可能是需要到报警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point呢 是talk to and adapt 我们要跟成人讲 好像我们在我们这个年纪 可能在中学的时候呢 同学之间比较不成熟 可能我们给彼此的建议还不够好 那有经验的大人 可能会给你更好的建议 所以建议找老师或者是家长 谈一谈这个情况 问看说我们能怎么解决 顺便也让大家知道 原来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下面讲的是aware of situation aware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然后point4是use privacy tools 就是我们要用这一个privacy功能 就是control我们这个以词的部分 像fb大家用fb肯定知道 我们可以不要给别人看到我们的一些post 用instagram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有一些post不要给别人看到 所以我们就可以尝试用这个privacy功能 这个就是不要让那些有意要攻击我们的人 可以看到我们的profile 然后用里面的资料来攻击我们 然后再来也就是不要让给他们知道 我们更多的一些私人的信息 让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对 直接跟我们有什么接触这样子 到了第五个point就是be civil civil在这边就是讲文明的意思 我们人要文明一点点 动手不动口 可是在这里的情况呢 我们尽量言语也要文明一点点 然后你要给别人知道说 你怎样刺激我 我都不会对付回你 我不会说打回你啊 或是跟你吵架这样子 不然的话呢 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然后第六个点呢 就是不要成为一个站在旁边 隔岸关火的人 如果你知道谁是那一个死作用者 谁是那个欺负别人的人 你要提醒他 也不要欺负另外一个人了 你要提醒他 然后如果这个事情变严重了 而那一个受害者也不敢去 告诉老师 告诉家长 告诉别人的话 那你就要成为那个 去汇报这一个行为的人 那讲到这边六个点 我们就讲完了 最后我们就来到了 这一个conclusion的部分 怎么样做summary 那summary这里呢 他讲到说 其实cyberbullying是很难完全停止的 所以希望我给到的这个tips 可以帮助现在这个情况减少一点点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 愉快跟安全的网络体验 然后你就可以总结 还有记得一定要 就是要分段 每一个point到这边的 帮你分段写好不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呃 表现有人还有不会的字吗 如果还有人有不会的字 ok麻烦你在这边提出来哈 ok either你unmute你自己 或者是说你 私底下check 给我知道 ok你有什么不会的 如果你有什么不会的字 你可以 私底下text我 给我知道你有哪些字不会 还有的话 麻烦大家开始写你的作文 我希望大家可以至少写到point number four 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开始写 从现在算起半个小时 ok 然后半个小时后 我们会开始讨论 今天的这一个modal essay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让大家自己开始写 然后我们 我等下会再提醒大家 时间到了没有 我等下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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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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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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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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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下你们大概写到了 第几个块吗 OK 时讯给我知道也是可以 OK 我想要大概了解一下大家的进度 有没有误会的地方 然后如果你写到很累 想要去上个洗手间 没有问题 OK 只要跟我说一声就可以了 很好 我看到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写到了 第二的第三个point这里 OK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5点45分的时候 写到第四个point 我相信你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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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有什么知识不愧的吗 到这边写到快三 还有知识不愧的吗 还是你有什么想法 可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编成一个举止 你也可以问 你让自己拿起来 你给 ** 继续对打扶不余補充 一点都没有 还是有什么样的 你行吗 我还能估计 我觉得可能 不像我 如果想用我们的 能够 我还能够 这个紧张 我们还能够 在想 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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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在我们的这个club的newsletter里面 好,那我们先看到第一段 introduction 所以他的introduction呢 就写到了说 不离音的 就是从MyMac开始开展 就是他说 不离音不是一个我们现在社会 很新才有的东西 而是基于这一个网络的发达 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少年 都在他们的自己的家被欺负 这是第一句 那第二句呢 就开始解释 他的definition 什么是网络霸凌 那他就讲online harassment online就是网络 而harassment是骚扰 在网络上非常然很多时候 我们也称他为网络霸凌 他是一种透过网络 或者是手机 可以做到的这个骚扰 然后他包括什么 包括在这个 那个你的FB啊 Instagram啊 任何的社交软体里面的po文 写一些wishes 就是很恶毒 就是很恶毒 明是刻薄 或是残忍的一些文字 然后对于 或者是说 在这个channel里面 我们直接 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我们直接点名 谁谁谁 他怎样怎样 然后说他 就是说讲他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 还有就是 这个 这个 死亡威胁 就是可能 也有可能 他在这个 网络 或者是说 这个聊天室里面 甚至做到了 讲说 你去死了 你去死了 这种东西 就叫做死亡威胁 然后呢 这就是 这些东西呢 都是 网络霸凌的 那他的第三句呢 就讲到说 这个网络霸凌呢 很多时候 都会让这个受害者 感觉到很污住 很害怕 然后甚至到 严重的情况呢 可能会导致 这一个被霸凌的人 受害者呢 他会走向 选择 用自杀来 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我们 然后他就这边 就要告诉我们 接下来我们 重点是什么 so there are a few things we can do to stop cyberbullying 那我们可以做 以下几点 来阻止网络霸凌 那就进入了正题 那第一段呢 可以涵盖 两个point 总共有六个嘛 所以我们一段 有两个的话 总共我们的body 要有三段 来到了这个body 的第一段呢 他就讲到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点 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 ignore bully 我们要直接 不care 这个 实施霸凌的这个人 他讲什么 我们都不要理 或者是他在那个post里面 指名道姓 讲你怎么怎样 你都不要在下面留言 因为你如果这样留言呢 会 更加的鼓励他 继续的骚扰你 那ton在这里的意思是 看到这个字吗 ton 我画一下我的笔啊 这个字 ton在这里的意思 就是嘲讽 就是嘲笑你 就是嘲笑你 讽刺你的那个嘲讽 他会 他本来 他就开了这个题 他讲了你不好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又在下面留言的话 OK 一来一往 这件事情就会越少越大 所以他说 如果你可以持续的 就是不要理会 这一个十十八零的人 他很快就觉得很无趣 很累 然后就不要理你 Leave you alone 就是不理你的 那但是 就算是你决定要ignore他 你都还是要screenshot 怎样保留证据 如果这是为了以防万一 有一天这件事情 越少越大 而超出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 那这些证据呢 就会让你可以提供给一些 可以帮到你的人 给他们一些 我讲说 那讲问你 他们讲欺负你 你又记不起他当初用了什么字眼 然后用了字眼 可以决定着那个 那个严重程度去到哪里 所以你要保留证据 这个是第一段的两个重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段 第二段的一样是 涵盖我们point 3跟point 4 那他就讲到说 You can always talk to a trusted adult 你总是有机会可以去跟这个 你信得过的大人谈一谈 他说 Do not be afraid to get help 就是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都可以去找到 我们学校的这个辅导人员 跟我们的老师 跟我们的家长 寻求帮助 告诉他们说 我现在被霸凌了 然后问看他们 可以给到我们什么意见 网络霸凌不应该 OK 这边说 should not be condoned condoned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宽恕 就是原谅的意思 简单来讲就叫做原谅 网络霸凌是不应该被原谅的 所以呢 大人在这边呢 他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去阻止这一个事情的发生 在这里putting a stop的意思就是 让他到一个点 到一个终点 就解锁到这里就停了 以后都不会再发生 然后这一个字 confiding的意思就是 倾诉 就是在这边就是confiding in 三万一是跟这个人讲 你跟这个人讲 你所有被霸凌的心神 你的开心和不开心 这个事情怎么开始的 他演变到怎样 人家除了用网络霸凌以外 他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啊 这些都要告诉大人 让大人来帮你做 然后把告诉一个倾诉的对象呢 至少你让别人知道 你现在发生的什么事情 因为如果你安静 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 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些事情 你必须要让一个第三者 除了你自己跟霸凌你的人以外 还要有一个第三者 知道你现在身上发生什么事情 那如果是 这一个骚扰的举动呢 是来自在社交软体上面的一些 口文啊 或者是信息 你个人发过的信息啊 或者是说你的profile里面 让他有这个机会去 用这些东西来骚扰你的话呢 那你可以用 社交软体的这个 privacy功能 隐私功能呢 去把你这些 就是去block这个人 不要给这个人 有机会看到你的post 看到你的profile 看到你的其他的一些activity 让他们没有机会 以这个 这些东西来攻击你 那最好就是 这个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话 你他 他网络霸凌你 只能到这里 他不能继续text你 也不能继续在你的post下面 comment 这样你就没有机会 跟这个霸凌你的人有接触 所以呢 这个是point 3 跟point 4 写的paragraph paragraph 3 那到paragraph 4呢 讲的是point 5 and point 6 他就讲说 呃 虽然说他们欺负我们 我们很不开心 我们很受伤 可是我们还是要文明 要以德抱怨 这要告诉他 你要告诉那个 巴林的人讲说 无论你怎样攻击我 我都不会被你影响 那而且如果你又对他 呃 很恶劣的话 呃 这反正会让这个情况 更加的严重 所以在这里 我要提到了几个字 啊 一个是root root就是说 呃 出鲁没有礼貌 然后hostile在这里的意思 就是呃 有底意的 有呃 底意就是说 你对你对对方 没有释出善意的 啊 给这个呃 我们的巴林者的话呢 会让这个情况 更加的严重 然后呢 他在最后一个point 就讲说 最后就算你今天 不是被巴林的人 你只是一个学生 可是你知道谁是巴林者 你都不能成为一个旁观者 在这里 bysender就是旁观者的意思 就是你在旁边看 看那一个巴林的人 去巴林那个被巴林的人 所以在这里 你都不应该成为一个旁观者 你应该勇敢的站出来 告诉这个巴林者 嘿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不可以再巴林别人 或者是说 呃 你也要把这件事情 上报给可能老师啊 家长啊 或者是警察这样子 然后在这里 再跟大家讲这个字的意思 在这里啊 mean的意思 不是意思的意思 他在这里 mean的意思是 嗯 你讲讲 就是 刻薄 对 就是很刻薄 就是说你做的这个事情 是很 讲 哎 you are so mean 你很刻薄 你这么讲话 这样不好听 就是mean的意思 然后 其实巴林呢 是一个 很刻薄 而且很不能被接受的行为 所以这个行为 你不能只是管 在旁边看 你必须 要么就出面阻止 如果你不 你没有办法阻止他 那你也必须要 呃为了帮这一个受害者 你都必须把这件事情 告诉另外一个人 然后因为你这样做呢 有可能会救了一个人的性命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巴林 到底对这个 呃受害者的影响到多深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他有可能会想要自杀 这样关于你上报给老师 老师出面解决了 可能他就 呃没有这个巴林事件 但这个人就 受害者就不会自杀 那讲到这里 我们就把重点都写完了 这时候我们要总结 整个几个岁 最后是什么 so in conclusion 像上次我跟大家讲的 其实这个结尾 我们的连结词 可以有很多个 可以写in a nutshell in summary 然后就讲 最后总结词 虽然说我们知道 是非常非常的 可以完全阻止 完全停止 广播巴林 在因为现在的这个科技 如实的发达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就像我前面讲 他讲 我们有这几个方法 是可以去阻止他 让他不要这样严重的 那我们可以希望说 这一些知识 可以帮到听的人 去呃更了解的解决 如果有一天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以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说 去预防这些事情会发生 ok到这里 有人有不明白的吗 我讲停 收到这里 有人有不明白的吗 全部都明白 ok 来几时教都可以 但是大家记得 如果可以的话 要放上classroom里面 ok 然后我看了过后 会给大家 额一件的 ok 那如果今天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的课 就 上到这里 如果你 如果你等下 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私底下 在classroom里面问我 ok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里 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然后准备下一堂课 然后准备下一堂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